大家今年都辛苦了 今年都很努力的 知不知道昨晚是甚麼日子 大家 除了這個之外呢 衝出iPhone的日子 那不如每個同事選一部自己喜歡的iPhone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你們現在在看這條影片 就是用最新的iPhone 13 Pro的電影效果模式去拍出來的 看到這條影片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經知道新iPhone有甚麼新的功能 在我這裡也不多說了 那今天拍這條影片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送新的iPhone給我的同事 因為無論疫情多艱難也好 大家都很努力去幫公司手 對我又不離不棄 所以我覺得疫情又好了一點 所以就送個iPhone給他們 Yeah 我想說這些iPhone 我是今早特意8點多走去iPhone pick up的 去片 今天是出新iPhone的大日子 哇 聲音都沒開 現在準備出發去Apple Store pick up很多iPhone 一輩子沒試過買那麼多iPhone Let's go 好 每一年差不多這個時候 我就會出現在這個iPhone的Apple Store 今年也不例外 現在是早上9點多 買iPhone的嗎? 新iPhone的嗎? 是 新iPhone是三輪 OK 打給我多少行 好啊 謝謝 哇 來到IFC 這裡很多人排隊 不是要排隊嘛 只是拿個電話而已 唉 我們真的要了 好 我們先去隊尾 帶大家很感受我的心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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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你好 謝謝 謝謝 我在VLOGING 如果你不介意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好 好 今天是一個很忙碌的 有很多人 我們在這裡 這個緊張到不得了的時刻 我們不如用ASMR模式去unbox吧 上和下也有一個綠色箭咀 去撕開它的包裝 不好意思 包裝設計絕對沒有這個ASMR效果 我還以為會一塊塊塊塊塊 開的效果 這麼重的 好 想說 都真的認識到它是真的重了 哇 那輕輕等我講一下這個iPhone有什麼好處 好嗎 首先呢 很注重外型的我呢 紋針我覺得它這次的藍色 就不是說很大分別 是淺色了 比11代的藍色 其實我覺得是紋針 而且你看到這一代的鏡頭 相對地都是大了 雖然我是iPhone的超級粉絲 但其實它每年的發佈會 習慣了就是每年的驚喜 都不會是 令你嘩好厲害啊 嘩 真的好笑 小小小小小小小 慢慢慢慢滲給你的 究竟有什麼功能 我本身真的很希望新的iPhone會有 但它沒有的呢 第一個 是沒有指紋解鎖的 大家如果有看法佈會 其實知道 最新的iPad mini 是有這個指紋解鎖的 但竟然iPhone是沒有的 即是代表它有這個技術 但它不放了 iPhone裡面 唉…是不是有小小懵 平時解鎖呢 我想大概有70%的時候 都是戴著口罩 都是要打個Password 那你明白嗎 一個電話要70% 那麼多的時候 都是要用密碼解鎖的時候 為什麼不再打個Password ID呢 第二就是 雖然它縮短了它的樓海20% 但是還是有一段 但是有很多電話 已經很厲害 可以將它們的樓海縮到沒有 以及將可以前置的鏡頭 縮到鏡頭的隱形在後面 那我本身就滿心歡喜 希望iPhone可以有這個功能 但還是沒有這個新的設計放下去 所以… What a pity 第三就是有少少技巧的 即是它這個Zoom In 3倍的鏡頭 它的光圈上一代是2.2還是2.0的 更正外的我坐著 但它今代是2.8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它上一代的光圈是2.2還是2.0 但為什麼這一代是2.8呢 但anyway 身為蘋果的超級粉絲 不管了 你update什麼都好 大家都一定支持 是不是 那不如說說新的iPhone有什麼新的update 那它的Wide Camera Capture到2.2 more light 你拍照和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有Wide Camera的話 就算你黑一點的地方 都可以Catch到多點光 Ultra Wide Camera 就有92% more light Night Mode 是三個鏡頭都用到的 因為以前你有時 一zoom out 用了一個Wide Camera 你在很黑的地方 突然之間會再黑一點 但你zoom in 又會光一點 那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 接著它的chip 就用了這個A15 究竟這個chip有什麼好呢 在看我這段影片 對這些字眼完全是不知道什麼意思的朋友仔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演算法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不像這些相機那麼大部 我們全部都是只有一個電話 那麼薄 那麼小的鏡頭去做這個東西 很需要這個chip去演算 這張相機的效果 怎樣去做那個深度 那個depth 或者所有的東西 去做到一個單反的相機 做到的效果 所以這次都加了這個電影效果模式 平時呢 Portrait Mode 不就是拍照才有 就好像我現在後面的背景 是blurblur的 就是靠這個A15的chip 放下來這次的iPhone上面 再加上所有的鏡頭的update 就可以做到 拍片都會有這個效果 明白嗎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個blur不blur的效果 你可以拍完影片之後 再調整都可以 這次的鏡頭 還多了一個 微距的鏡頭 這件事對我非常重要 無論是影響眼妝 食物 都是非常重要 因為之前的所有iPhone都是沒有的 我剛剛試一張照片拍我的眼睛 是不是ok呢 真的可以 平時按風做不到 你不信你自己試一下 還有剛才有說到 我的電話是重了 那為什麼它重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電是大了 到時人都會用多了電話 需要的耗電量都會多了 用IG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不用那麼常充電 我還沒用 我準備去試一下用 我再在我的IG stories 去分享一下 究竟我這個電話 是不是真的這麼耐電 如果想看的可以追蹤我IG 還有記得這個時候 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在這個在準備演唱會 這麼忙的時候 要拍這條影片給大家 還不快點訂閱 還有有誰會來看我的show 舉手 我的排舞老師昨天拿到這個簽證 來香港幫我們排舞 現在這一刻在飛機上來 幫我的演唱會排舞 很興奮 但他要等14天的隔離 但OK的 沒問題 在這10天當我慢慢斷亂好身體 然後就準備好入直路排舞 YEAH 我知道我講這些spec 都不夠詳細 如果大家想知道再詳細一點 可以去官網看 或者看其他YouTuber 因為我現在要趕著拿電話 回去給公司同事送給他們 那我也不想他們等太久 所以我現在要趕著走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成為我的大家庭的話 就下面有一條link 可以加入外馬市同學會 如果想知道多一些 和購物有關的東西 都可以去我的Telegram分享 我不時都會在Telegram 看到你們的訊息 然後回到公司拍下大家的反應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了 他們自己選擇了 因為這次的iPhone 好了 回到公司了 Hello Hello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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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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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快點訂閱這個頻道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